节日大鱼大肉结束后 有没有被体重称的数字打击到 想挂油青粥小菜来帮忙 帮忙腌制好的雪菜 也可以是市场上买回腌好的 清洗干净 在清水中泡半小时 时间是雪菜的咸度 太咸就得多泡鲜时间 起油锅 下入葱姜碎和干辣椒煸炒出香味 下入雪菜翻炒 下入提前煮好的黄豆 这个忘记拍照了 其实也简单 把干黄豆泡4小时以上 隔夜也可 用水煮熟 大约15分钟 即天加入盐 八角 花椒 加入生抽 加入白糖 干炒均匀出锅 因为雪菜是咸的 又加了生抽 所以基本不用再加盐了 如果感觉不够可以适量加点 秋天买回的雪菜放阳光下晒至打粘 我的似乎晒得狠了点 狠了 呵呵 不要洗 拿起一颗雪菜碗成圈 放入容器里 撒一层腌制盐 就这样一层雪菜一层盐 将全部雪菜放入容器 盖上盖子 放阴凉处闭光放置 二十几天就可以了 其间翻动几次 手上不能有油和生水 我的可能晒的水分太少了 淹了一周发现没沙出水来 盐还是一粒一粒的没化开 就加了一碗纯净水进去 如果雪菜自己出水就不用加 十一月底 盐上的 盘子一直放在空调室外机旁 这几天才许出湿 病率颜色多喜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